今年的活動可謂天宮做起 在活動開始之前首先是一輪軍樂隊的演奏 號角聲響起意味著新任市長的金色馬車即將倒塌 出任第680屆金融城市長的是劉易斯 原來這位市長和中國也有些淵源 他出生於中國 並且在遠東島區有廣泛的工作經驗 作為倫敦金融城市長 劉易斯也監獲起金融城的大使 在未來一年之內他將會有三個月的時間 代表倫敦到世界各地所要訪問 巡遊的隊伍除了傳統的軍樂隊之外 還有各個學校公共機構的團體參與 當然已到陳小德小朋友了 他面試為香港特區成立10周年 參加的隊伍更加比往年表勝 打頭陣的是天星小倫 然後是各種長洲的兒童飄飾隊伍 為了宣傳香港明年是北京奧運會 天賦馬術的項目 就會更加打扮成小騎士的模樣 隨後還有龍舟隊 龍舟上面用插了北京奧運的騎士 大家不要以為巡遊隻在地面舉行 而是日本還會在地面舉行 原來在辦公還有雜記表現 在京奧運期間衍進射 驚眼的顏色和一張張張andseno of the 面孔只是以灰oug MA的天黑灶 都沒有計較 市長不須許巡遊隊伍致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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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